作词 李宗盛 来偷偷遍入城市 看酒家LV 而今日写满了想你 没分你每一句关心 两颗心慢慢靠近 每次敲击 代码都是喜欢你 我要穿过黑夜里 为你我努力打 白笔如鸡 随时带你 永不当即 只为遇见你 想要在一起 住进你怀里 走过每个四季 树入边际我和你 每一段奇迹有甜蜜 的城市 树入边际我和你 每一段奇迹有甜蜜 的城市 《闻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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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几点钟了 你怎么现在才起来 你原来从不睡懒觉的 江总 今天是休息日 那我帮你申请加班补贴 今天呢 是实地考察 地址我已经发给你了 一个小时以后见 小心点啊 慢用吧 没事 你怎么也跟过来了 看紧啊 作为甲方的老板 这也是我分内的事 别说 你找这点还真挺不错的 走吧 这个锁道是我们这儿 有名的打卡圣地 听说很多情侣一乘坐 就会天长地久 我不知道这儿有锁道 咱们换个地方吧 来这儿啊 都来了干嘛不坐啊 我本来也想带小师妹 来这儿约会的 多谢你安排 陆迪恐高 你不知道吗 师妹 你恐高怎么没告诉我呀 不因为我喜欢高空项目 就迁就我 知道吗 反正跳水台我都跳过了 这不算什么 既然来了就坐吧 你今天雾那么大能看到吗 女朋友这么贴心 真叫人心疼 或许你爱的不是我 不是我 也许你只是要挣脱 要挣脱 我 回不去梦梦中 也飞不出残佣 就这样被困在纠结中 我不懂温柔 努力学包容 谁说风雨后就用彩虹 或许你爱的不是我 不是我 也许你只是要挣脱 要挣脱 把整个世界都推掉 去烦恼你的烦恼 突然夏季月 你要回家了 我一个人待在无人的街道 天空对着我狂笑 正如水浪脸上架 帮我拍照 世界回来了 那我回不去了 我许你爱的不是我 不是我 你是你只是要挣脱 要挣脱 把天空对着我狂笑 甚至水浪脸上架 世界回来了 但我回不去了 那一说到重庆呢 就要提到我们的美食了 就是我们的火锅 那一提到我们的火锅 就要说到一个字 那今天现场呢 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 辣王争霸赛 谁要是在一分钟之内 吃的辣椒最多 就可以获得我手中的这个奖品 还有没有人想要挑战呢 想不想要考验他一下 我不要 你别乱来啊 什么 你想要这个奖品啊 可是我心有余力不足啊 我去帮你拿 放心吧 那现场的朋友 还有没有想要参与的呢 抓紧时间上台来 如果你想要赢得 这一份惊喜的话 好 非常可爱的一位女士 来 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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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最后也不见了 好 来 最后也不见了 好 来 最后也不见了 好 来 好 来 好 来 Bright 好 来 好 来 穿了 我都有点感动啊 她对你这么好 真的不动心啊 你会因为愧疚 对一个人好吗 应该会吧 那你会因为愧疚 爱上一个人吗 大概率是不会 感动又不同于爱情 如果勉强在一起的话 最后还是会分开的 是啊 我不希望他因为愧疚 做这些事 我也不希望要这种补偿 我懂了 三二一 时间到 恭喜我们身旁的这位男士 获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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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我们之间不用这么客气 您许了什么愿啊 见人平安 我的愿望是 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我的愿望会成真吗 如果你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留下来的 那我原谅你 真的 这场婚姻 本来就没什么对错 选择离开也是我自己的决定 你安心回去吧 你这么痛快就原谅我 就是想让我赶快回去吗 是 是因为陆景文吧 我不相信 你喜欢了我五年的时间 怎么可能说变心就变心呢 赵蒙师的留言我看了 也就是当年那个考大 你是为了我才学的计算机 为了我才进的公司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我却这么迟钝 现在才发现 对不起 你不需要跟我道歉 我知道 我现在不管说什么 都弥补不了你受到的伤害 但我还是想告诉你 我没有跟李曼在一起 一致 有换了新的负责人 你真的不必因为感动 或者亏欠 强迫自己来回应我 我没有 感情本来就是一个人的事 我不需要别人 替我的感情买单 去找你真正爱的人吧 陆迪 你听我说 我真的不是因为感动 才被迫回应你的 我是因为 别别别 干嘛呢 趁我不再动手动鸟是吧 没事吧 你不相信也没关系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你是人员黄婚后 这 这 这不行 这 这 这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 怎么 认识 坐 坐 坐 我们公司程序员 这看上去像是呆头鹅 你看他对面的女生 已经不耐烦了 程序员不都这样吗 大直男 这 这个是我帮你 点的奶茶 我不喝奶茶 我减肥 没 没 没关系 我 我们一会儿换个别的 不用了 我一会儿就走了 我还有事呢 一会儿你要走啊 我 我可以送你的 我之前说跟你在一起 是开玩笑的 你不会当真了吧 开玩笑的 对啊 在今天之前 咱俩都没见过面 也就是在网上 随便聊聊的 真是 我 我以为 你答应我 出来跟我约会是 对我有意思啊 本来是想着发展发展的 可你这 实在不是我喜欢的脸型 你穿的也太土了 你觉得 我们俩合适吗 那我们之前聊那么多算什么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要跟我算钱吗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就好 看来啊 你这个同事是让人给坑了 可怜的小呆鹅呀 之前那些礼物 都是你资源送给我的 我可没有逼你啊 没想到 你的思想这么龌龊 你是觉得 喂 我收了你的礼物 我就必须做你女朋友啊 黄晃 你之前拒绝了我 原来就是为了这种女孩啊 叶子叶子 嗯 别叫我姐 叫我小叶银 没想到 你还脚踏两条船呢 我 这是个死渣男 哎 妹妹 渣这个词可用不到我们家黄晃身上 我觉得形容你倒是挺合适的 你什么意思啊 骂人啊 听出来了 你最好照照镜子 别以为自己化了妆就是美女了 要不要姐送你一瓶泄妆水啊 你 我劝你就要把礼物还回来 要不然就发到我看上大家评评里 看看到底是谁渣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演的怎么样 我看了那么多电视剧 终于派上用场了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我觉得 挺美的 喂 怡城 你今天住重庆哪儿啊 我使用了一份文件 需要你签一下字 哦 那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 行 那我等你把地址发过来 你拿好 走吧 你买这么多吃的干嘛 当然是为了蹲点啊 这可是长持久站 万一中途饿了怎么办 望远镜 有这个必要吗 有必要啊 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这个事情 我哥未来能不能幸福 成百在此一举 好 地址发来了 嗯 好 出卧间行动 马上开始 等等我 今天谢谢你送我回家 今天谢谢你送我回家 回去的时候 注意安全 等等 你看嘛 我就说有情况 我送你上去吗 呃 我是说 万一遇见罪悍怎么办 而且我答应警文 要送你回去的 来 我哥什么时候这么绅士了 还会给女生开门 怎么样 看到脸了吗 看不清楚啊 给我给我给我 不行 你干嘛去啊 我看看那小狐狸精住哪 在这儿等我啊 我 对了 对了 我到家了 你可以走了 我看着你进去 你要干嘛 我我我 我刚胃有点不舒服 有点胃疼 你能给我打边温水吗 好 她不会今天晚上补出来了吧 哎呀不行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犯错误 哎 我我去看 谁啊这是 谁啊干什么呀 哎 我是谁 小狐狸精 你给我出来 小狐狸精 姜子彤你怎么来了 你先别说话 我知道你是一时一乱情迷 放心 这姜为我来处理 小狐狸精 你给我出来 你说吧 多少钱才敢离开我哥 人呢 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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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狐狸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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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巧啊 好巧啊 你也在這兒 所以你是來給我送文件呢 你跟蹤我 沒有 那這個是什麼呀 誰讓你老不回家 我跟媽還以為你出 出什麼事了 所以特地過來看看你 剛巧又趕上週末 子彤沒來過重慶 就過來玩玩 對對對 就是這樣 哥 你找到嫂子這麼大的事 怎麼不跟家裡說一聲 害得媽天天擔心 我們是在公司偶然遇見的 你現在不會在陸景文的公司工作吧 等一下 也就是說 我哥這次出差對接的公司 就是你在的公司 絕了 你們這是什麼命定的緣分啊 有的時候 遇見是一種緣分 在一起 是另外一種緣分 那你不打算回去嗎 我覺得重慶挺好的呀 工作也輕鬆 就打算留在這兒了 我 這太酸了吧 算嗎 還好啊 不算啊 那都給你吧 我去開門 嗯 小禎妹 看我給你帶什麼來了 你誰啊 看什麼看 沒看過美女啊 再看我關門了 師哥進來吧 這是我小師妹家 慢慢讓一下 一鳴 你也在啊 怎麼沒通知醫生 今天剛到 這位是 一鳴的妹妹 原來是江大小姐啊 九音大名 來來來別客氣了 坐 誰跟你客氣了 這是我嫂子家 不是吧 準確地說應該是 前嫂子 這也太酸了吧 還是吃我帶的 不好意思啊 不知道各位也在 所以只準備了 鹿梨一份酸辣粉 你們這是 哦 我剛剛忘記說了不好意思啊 鹿梨現在 是我女朋友 哥 嫂子被截胡了 時間不早了 我送你們回去休息吧 可是 這 這 走吧 別啊 多玩一會兒 今天折騰一天 確實有點累 回去有點休息了 那行 我們明天再約啊 子彤沒有來過重慶 我明天帶他去市區逛一逛 要不要一起 我就不去了 別啊嫂子啊 我們都這麼久沒見了 你就不想我 不想陪陪我嗎 我 肯定想陪啊 師妹 我們也見一下地主之遺 照顧一下這些遠道而來的朋友 好 聽你的 好 那我把地址發給你 晚安 先好了 我們都走了 你還不走嗎 你還不走嗎 我就住在我親愛的家樓上幾步就到了 金小姐沒事常來玩 嫂子我先走了啊 拜拜 火爆小辣椒也有意思 你說這江亦成還真是不地道啊 大學那麼多年都沒把這妹妹帶到學校去 你說她應該沒有男朋友吧 好 蘿莉 這是怎麼了 你哪兒不舒服 送我去醫院 好好好 去醫院 走 來 來 來 怎麼樣 醫師怎麼說 沒有什麼大問題 可能是今天走路走多了 身體有點吃不消 是我太大意了 所以 真的是 你倒想我履履啊 孩子是江亦成的 你看我說的吧 真的是這小子的 不對 他這事他是 他是不是不知道啊 你為什麼要瞞著他 你還要 你們當時因為什麼事離得婚啊 你的問題太多了 我先回答哪個 第一個 好 他確實不知道 而且我也希望你 能替我保守秘密 否則他不會離開重慶 但你明明就是愛喜歡他 感情不像水龍頭 說開就開 說慣就慣 要是他一直在我身邊晃悠的話 這個過程 會很煎熬 本來這兩天看他表現不錯 還想給他點機會呢 沒想到之前上你那麼深 即使這樣了 你都想要離開他 我只是覺得累了 才選擇退出 其實 他也沒有做錯什麼 還沒錯 讓你一個人懷著身孕 跑到重慶 一個人去搬家找工作 今天要不是因為他拉著你去看景 你也不至於肚子痛 這時候還替他說話 我沒有替他說話 我只是明白了 真正的愛 從來都不是索取 而是付出 我是真的希望他能夠幸福 而不是把所有的時間 浪費在補償我身上 怎麼了 感動啊 是 挺感動的 我沒想到世界上 還有這麼無詞的愛 我沒有想到最難的 我沒有想到世界上 我不會想到世界上 李宗龍 再問我 他不會想到世界上 我是誰 這樣的 进来吧 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想跟你聊一聊 其实这次来 本来是想请你回去坐镇的 许远之那边小动作不断 我担心有什么阴谋 现在看来暂时回不去了 以后争取每个星期回去一次 其他时间咱们视频会议 没问题 公司那边我帮你盯着 谢谢 陆离和陆景文怎么回事 不知道 也许是真的 也许是故意演习给我看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陆离现在还是不相信 我是真心的 那我就一步一步来 不急 他能为了我坚持这么多年 现在换了我 也一样可以 我记得陆离说过一句话 他相信坚持是有魔力的 他真是个傻瓜 那你现在 不跟他一样吗 我可以理解为 你这是在夸我吗 你猜啊 小七 小七妹妹又见面了 来 小心一点 来很久了吗 没有啊 想吃什么 随便点 没事 叶子姐先看吧 她呀 她最喜欢吃这里的奶油仪面 还有蘑菇汤对吧 嗯 嗯 我随便 随便点点吧 好吧 服务员 这里要两份奶油仪面 还有蘑菇汤 嗯 小七 我再给你点份牛排吧 嗯 一份牛排 本来一直想介绍你们认识 可是始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所以我今天就死皮赖点地跟过来了 你没生气吧 小七妹妹 我生什么气啊 本来有谁来蹭饭的 叶子 想过什么就问吧 小七妹妹 听说你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 那她的事情你都知道吧 她跟我说她从没谈过恋爱 真的假的 我哪知道啊 反正从小到大 给她写情书的女生 手都输不过来 我就知道 你别听了下说 我一封信都没有收到过 叶子 这个也是你的 给我的 嗯 你不是每次喝完都意犹未尽吗 今天为了你 特意多点了一份 谢谢 快喝吧 好烫啊 你这几天不能喝冰水 你这几天不能喝冰水 我 我是说我去上个厕所 你们等我一下 那个牛排不许多吃啊 怎么样顾总 我演得还不错吧 非常好继续保持 你放心我还能演得更好 事过二指 嗯 pper 我们吃饭了 啊 啊 我 我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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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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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拿 来 慢点啊 慢点 抓住我啊 慢点 好点吗 能不能守时一点 我们在这儿等了十分钟了 不好意思啊 小师妹路上有点晕车 所以 你没事吧 在我的悉心炸壶之下 当然会没事了 这你们放心 来 师妹 再喝一口 附近有些游乐设施 敢不敢进去 不行 小师妹现在不能做危险的项目 对啊 那随便走走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好啊 那你们先去 我来放行李 嗯 行李有点多 陆景文跟我一起 你叫一鸣去吧 我还得照顾师妹呢 不行 一鸣哥哥必须跟我在一起 嫂子我来照顾 来 嫂子 走吧 走吧 这里好多船啊 我去问问 能不能游湖 早知道当初就不收你的礼物了 什么 收了礼物之后就不告而别 之后还离开新海 下落不明 陆林 这可不是对待朋友的做法吧 抱歉啊 我当时实在没有办法 在江一城那台机器上运行了 满脑子只想着卸载程序 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程序运行不了 可能是目标机器上 缺少必要的DLL文件 这几个月他已经拿号不定了 你不想试试吗 一鸣 嫂子 你们快过来啊 这里可以游湖 走吧 我就不去了 这里风景挺好的 我自己一个人逛逛 我陪你 不用了 你们还愣着干嘛 快过来啊 帮我涂一下防晒 帮个忙 帮他脱完再走 你之前还羡慕我支柱 但是子彤才是真正的一往无前 你不论拒绝过他多少次 他依然这么勇敢 而且他是你的程序 不是我的 加油 一鸣 来了 嫂子呢 他要去那边走走 那我们就单独约会吧 来帮我涂防晒 涂完我们游湖 你不能自己涂吗 后面够不到啊 快点帮我 你弄着干嘛 快帮我涂啊 又怎么了 你还是穿好衣服 做好物理防晒就行 不用脱防晒手 那怎么行 要双重保险 麻烦你快点好不好 一鸣 我想以后 脱防晒的事情 都交给你 一鸣 你们怎么来了 陆离呢 他说去那边逛逛 那我去找他 我也去 不行 我们这里游船还差个人 不然的话不发船的 请问 跟我们一块吧 那好吧 不过我警告你啊 一定要照顾好九十妹 不能说一些纠缠的的话 还有 九十妹呢 他 我话还没说完呢 能不能等我把话说完啊 等我用礼貌 老是 老子不用礼貌 走 小心 谢谢啊 我说过了 我们之间不用这么客气 刚才还晴空万里的 没想到突然就下几雨了 太阳雨也叫狐狸雨 你听过它的传闻吗 没有 传闻 一只狐狸来到人间 化成人形寻找爱情 因为它的相貌太过于美丽 所以人们都嫉妒它 就传它的谣言 说它会食男人的干燥 所以它就一直 没有找到真爱 当它伤心的时候 就会哭泣 哭泣的时候 就会下大雨 因为谣言就不相信它 那也不是什么真爱 你说得没错 感情里面如果没有了信任 那就只剩下猜疑和伤害 我知道 我现在在你心里的信用值 是零或者是负 但是我会努力 让它长回去的 看 草红 快许愿 你还相信这些啊 原来不信 现在信了 因为有想实现的愿望 雨停了 我们赶紧回去吧 江文美 果然是衣服架子 穿什么都好看 还有你说 我们脸好像还没好好聊过天 要不然 我再给你自我介绍一下 没兴趣 那我就去找我师妹了 我突然觉得吧 兴趣这种东西呢 它是可以培养的 你觉得呢 有道理 不过我觉得 还是找我师妹更要紧一些 这 雨都停了 他们应该快回来了 而且你现在去 不一定能撞见 还不如在这等呢 那好吧 那我就去做饭 等师妹回来之后 可以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有意见吗 好啊 走 哥 我可是为了你才出卖色相的 你给力一点啊 你们要不要这么无聊啊 生活多美好 开心点吧 要不然我们一起玩个游戏吧 输的人去刷碗 怎么样 什么游戏啊 撕纸巾吧 怎么玩 首先呢 把纸巾叼到自己嘴上 依次传下去 下面的人要用嘴 把纸巾给撕下来 不能接住外力 如果传到最后纸巾没有了 或者说是 那个人不敢接了 那就代表他输了 怎么样 玩 我排一名后面 他一号 我二号 那我三号 那 我四号 既然你们都要四号 那不如 你们就搬手腕吧 谁赢了 谁就拿四号 怎么样 这个好 没问题 小案子 我这肌肉 终于派上用场了 你现在认输害来得紧啊 免得一会儿太丢脸 开始吧 三 二一开始 我还没准备好的行吧 不行不行 重来重来重来 愿赌服输 一鸣 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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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 嗯 嗯 嗯 如果爱情是个程序 可以任意安装卸载 那一切都会容易很多 可惜它不是程序 做不到收发由心 天真很小气 小小的我在你身边 有点夜里 有点不敢靠近 每天早上都希望能见到你 这样一天才会过得有意义 每个晚上等待你的吵闹 打破这夜晚的景气 电话响起 心里祈祷会是你 只要你声音响起 别想会挂着灿烂的笑意 你的爱总是带着点稚气 所以我总是欺负你 对不起 有时候你会有一点点任性 愁脾气 带着粗意 所以我只好就让着你 红着你 快快 月过天晴 这一首歌送给最爱的你 未来的路我们要一直走下去 哦 天花响起 心里祈祷会是你 只要你声音响起 脸上会挂着灿烂的笑意 你的花语 总是带着点窒息 所以我总是欺负你 所以我总是欺负你 天花响起 心里祈祷会是你 只要你声音响起 脸上会挂着灿烂的笑意 你的花语 总是带着点窒息 所以我总是欺负你 对不起 没关系 我爱你 心里祈祷会是你